4月25日 深圳龙岗一河流河水 突变血红色 市民质疑是否厂区偷排工业废水 当局环境生态保护局 宣称放的是踪迹 无毒无害 有网友质疑 近日湖北武汉市天空呈现血红色 哈尔滨出现血红太阳 现在河流又变血红色 是预示什么大事发生呢 也有网友说 我想到了红眼石狮 有点恐怖啊 这个大港的鱼 看一下这个冰 就是 大概下的是15分钟 这是最大的 看这么多 底下院子都流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在武汉客厅这个方向 往金银潭医院那里 好大的火 你看这个烟子冲在天上 看一下这烟 在天上像乌云一样的 火光非常大 我这是在银潭西路这里 看到了没有 这就是我们新疆啊 你看 这就是伊犁和南疆的界限啊 看看这是什么年轻 五一了 盖踪地了 还下雪玩呢 这就是伊犁和南疆的界限 这就是伊犁和南疆的界限 他现在的家里 可能很多ball cancelled 那么再刺激 一个小时之宜 pickles 看不得很快 不够 靠地了 10401 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4月26日 江苏无锡上德太阳能工厂爆发大规模罢工抗议事件 员工们首局我要吃饭的标语维权 并喊话要求领导出来 数百名警察在现场维稳 罢工一直持续到下午 人群依然没有散去 于是大量警察组成人墙限制工人流动 据一位参与罢工的工人称 该厂从去年11月份开始就动不动放假 厂车和所有福利全部取消 现在又宣布放长假 试图将员工逼走 警察还动手打人 警察还动手打人 警察 port今夜 警察ted 吃饭吧还是拍我们吧 还没高通了吗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生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 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 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身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身的6倍多 是白身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